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 嘿大家好我是艾伦 我是吴依 今天是货真价值的冰拿铁了 因为今天喝比较少杯 今天的扣打还可以使用 而且现在的时间是十点半 毕竟今天晚上还是熬夜 所以现在还可以再继续喝咖啡 欢迎回到艾尔文这个Podcast节目的第58集 今天很开心 对啊你怎么看起来精神很好 又感觉很开心的感觉 精神抖耸 因为人风喜事精神爽 那你风了什么喜事 有喜了吗 没有因为我压力解除了现在 毕竟我们百月的影片已经正式上线已发布了 现在是全球独家YouTube热映中 你压力有这么大哦 我压力真的很大耶 为什么 就是想说要做出一个好东西啊 可是你刚刚没有听出什么端倪吗 我们现在是全球独家YouTube热映中 端倪在哪里 端倪在就是独家在YouTube上面 通常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的影片除了上传到YouTube之外 我们其实也会上传到大陆的B站那边去 因为就是有一些大陆的爱场嘛 那他们就可以方便看 有时候他们不太方便翻墙过来 他们就可以直接在大陆那边 用B站的方式来去观赏我们的影片 但是这一集我又被封杀了 而且是拜在最后 最后 我的一句无心之话 也不算无心之话 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你那句话根本没有错 对啊 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到了最后之后 Vincent就是恋恋的表哥 他就问我们说 还会不会有下一次来爬山 我就说 这一次是001跟他表哥 带我们去爬台湾的百岳 回礼的话 就是我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我就带他们去爬马来西亚的神山 也就是东南亚第一高峰 金纳扒鲁山 所以我这时候我就回他说 你这支票会不会开太大了 现在是可以出国了吗 对 就是这一句话 现在可以出国了吗 我傻眼了 奇怪现在是连马来西亚都是大陆了 是不是 就是完全很莫名其妙吗 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我真的觉得这样 算了 我想说那真的是算了 老实说这一期真的是让我压力蛮大的 因为这个压力就是来自于爱上们对我们影片的期待 或者对我们频道的期待 还有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 我觉得比较多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吧 你知道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对啊 我觉得你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真的吗 毕竟我们已经做影片做了四年了嘛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 一直要坚持用质感的方式 质感的影片来去呈现给大家 但是我也清楚 就是大家是需要一些新鲜感的 就是我们一直维持着质感下去 大家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 很新鲜很有质感的影片 但是有质感的东西 你看了十集 看了二十集 看了一百集之后 你也会觉得开始 有一点平凡的感觉 可是现在回头去看你一两年前的影片 你也是一直有在默默的进步啊 就是质感也是有慢慢的在提升啊 是有啦 可是就赶不上大家对新鲜感的那个要求 对 我跟你讲 不用想那么多 你看我们频道这一集的留言就知道了 你看想当初 想当初 当频道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大家说艾文好帅哦 艾文好可爱哦 有这样讲吗 有曾经有过 你去翻四年前的影片 四年前的时候 四年前 好四年前的 然后吴依加入之后 吴依好可爱哦 他想看吴依的样子 我想说 妈的嘞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露过连吴依可爱在哪里的 就马赛克这样 对啊 然后接下来呢 到了去年 001的加入 001好可爱哦 那吴依好帅哦 对 然后吴依就没有掉了 你看到了这一集之后呢 001的表哥好帅哦 大家都喜新厌旧的吗 对 大家都需要新鲜感 你看我都已经免疫了 你们到底把我放在哪里 我才是频道的主人好不好 把你放在心里啊 毕竟这频道是因为你也在的嘛 对不对 哎呦哎呦 这么会讲话 对啊 你今天怎么了 所以你就不要那么计较啦 我没有计较啊 我只是觉得说 大家就是需要新鲜感 其实还要在计较 哈哈 再好的东西 就是当你习惯了他的好之后 你就不会有当初这么惊艳的 对啦 人都是这样子啊 这很正常啊 对啊 所以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 自己要不断的一直要进步 拿出一些不一样东西给大家看 可是每一次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 我压力就越大 然后压力越大的时候 我就会想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会 没有办法照着我原本的那个直觉去走 因为当我一切都照着我的直觉 去做影片 去发布影片的时候 一切都是这么的顺遂 大部分我的直觉都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开始去思考要怎么做的时候 就是会想太多的时候 对 然后我就会乱了套 我就会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 当对自己的期待开始变大的时候 就会想太多 反正就无法发挥原本的实力 会瞬间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啊 就是压力越大 我就越无法正常发挥 会失去方向 可是有时候 一些些的压力 反而会激发出新的能量 对啊 像你这次也是因为有 你自己和别人给你的压力 但这支影片我是觉得还蛮成功的 至少我一个第三者来看 对你知道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不是podcast的标题 我还写说压力很大 叫大家拜托不要期待 因为我很怕大家期待落空 我很怕给人家这种感觉 我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你真的很怕这样 因为像艾文以前 还是交计划的时候 他有办一个很盛大的生日 以现在来看算很盛大 就是他 你是在哪里啊 就是在一家bar里 没有funky啦 这个年纪太大 对啊 你讲出funky你也是 我忘记哪里啊 他在 就是邀请了 去参加他的生日 派对吗 算了 因为那个时候 是我大事的时候 也算是 有可能 是我最后一次 在台湾过生日 如果我没有顺利留下来的话 对 可是他邀请了以后 他就后悔了 他一直怕说 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 会不会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对 还好后来来的人也不算少啦 你现在来看你还蛮多的 就是想当年还有朋友的时候 对啊 对就是我很会给自己这种压力 然后就是一直 整个上个礼拜里面 我就一直在担心说 影片做不好啊 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到礼拜五的时候 当我剪到我自己哭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想说 这部作品OK了 合格了 那一天早上是我跟 可是你很爱哭耶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哭点很奇怪 我没有很爱哭 我哭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就像上一集所说的 我觉得还蛮高的 没有 那一天我就跟001 我们就在工作室里面 我们就在顺影片 那就顺顺顺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大概是剪了 七成八成左右了 所以音乐都已经放上去了 只是我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一直觉得说 这里可能不太对 那里可能不太对 但是那一次在顺的时候 就是到我们看到登顶之后 不是看到日出 然后看到阿公阿嬷 有一对比较老的老夫老妻 一起登顶上去之后 你就哭了 还没有还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好美哦 这个画面 那个阿公阿嬷 那个画面真的很漂亮 对 然后之后呢 就是音乐一仰起来 就整个空拍去往后吹下去 就是我们四个人 就是像拍什么封面照一样 整个拉远 带到黄金大草原的时候 然后那音乐整个轰托起来 那那一刻 我眼泪就这样滚下来了 然后我一滚下来 我就觉得干我在干嘛 我就觉得超好笑 那001就觉得超好笑 001一定觉得花了 说这个老板真的很浮夸 对他就说你太夸张了 对我完全能想象001的脸 因为我也常常这样 就是人也看着他说 你在到底在干嘛 对我就完全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哭点也很奇怪 可是我就也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先不论这个作品 会不会感动别人 我觉得感动自己真的是第一步 至少 如果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 对 你根本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 我就觉得称不上是一个 会感动人的作品 我觉得至少自己的心里过了那一关之后 会比较好拿出来去说服别人 因为我心里面的那一关标准很高 我说感动自己 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好作品的那个标准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的标准很低 谁 不能说 所以我觉得我过了我心里面那一关 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很有自信的拿出来 好好的为自己来去做这个宣传 对啊 应该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这一点 这个是我自己的蛮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常常比较 没有自信 我某部分来说我是蛮有自信 然后也蛮敢去挑战跟尝试很多东西 但是某方面的时候 就是当你对作品越要求的时候 你反而越没自信 对对对 我就是有这个缺点 也是我自己要去面对的事情 这也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办见面会的原因吗 对我对我自己的长相不是很有自信可以吗 没有啊你是怕没有人来 对我怕没有人来 我怕 莫莫在害怕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就是一直在修剪这一部影片 然后修改换配乐啊等等的 一直到礼拜六的凌晨 我在发IG的限动说 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就过了自己这一关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 我自己是蛮满意的啦 就是我觉得有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去呈现 就是也有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质感的这个称号 然后也对得起观众们 花了大家半小时的时间来去看这部影片 也对得起那个风景 所以这一次我是想说 我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来去呈现 我其实可以用很一般溜水这样的方式来去记录 你知道像很多 对啊 你就会觉得你很浪费素材 对 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创作者会觉得 我这样子的记录方式是很浪费素材的 你知道他们其实很多人就可以直接就是 准备器材做一期 那包包里面放什么东西做一期 然后第一天做一期 在那个春阳历来会馆那边做一期 三屋一集 对什么五星级三屋这样又做一集 然后登顶再做一集 可能很多人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形成 把它做成七八级这样子 可是通常那样应该是用日更的形式啦 像我们这样一个礼拜一几期 大家可以看很累 爬一个山爬两个月 对 所以我这一次还是决定就是 虽然对很多创作者来说 会觉得我是在浪费素材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精致化的呈现 比较对得起质感这两个字 而且相对也会比较吃亏 因为影片越长通常一般的人 观看的耐心就会比较短 对啊你看你如果分成七八级 你每一期就是七八分钟这样子 哇你去刷一个七八级的流量起来 你看像我今天 多好赚啊 我今天剪头发的时候跟珍妮聊天 就我们的设计师啊 我就说他昨天发布的那一支影片 三十一分钟 我说啊这么长喔 一般不是都十五分钟以内吗 他说可不可以用快转的 我说你快转会被他杀 我一定一巴着跟他巴下去 我一定把他抓起来 当那个哨把这样哨哨哨哨哨哨 他说可不可以用两倍数这样 不行 你们哪一位观众敢给我用两倍数看看 可是你常常看别人也是两倍数 可是别人的直感 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再害我了 没有我们看到好的影片 我们也不会加快速度 甚至我会回头再看很多遍 尤其有些他在音乐啊铺陈啊 就是要照他的节奏 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加快以后反而是抓不到他那感觉 对会整个情绪都被打乱掉 所以我希望这一部影片 就是用一个说故事的方式来去呈现 像一个三十分钟的纪录片一样 去真实的纪录 我蛮庆幸的是留言当中 大部分人说的都是三十分钟 看起来不像三十分钟 其实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也很默默的就看完了 虽然说我是有参与其中的 但我是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 居然这样就默默的看三十分钟 对啊 所以拜托大家用力的把它分享出去 分享在你的社群平台上面 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也不大 你就直接私讯 把那个YouTube的网址直接私讯 私讯 就是传讯息给其他人 就是把你LINE的那个通讯录打开来 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 那通常别人应该会传给他说 你是不是中毒啦 还是被盗账号 你应该不敢点吧 你通常你朋友这样传给你 你会敢点 那个就是一个YouTube的连结 他会有画面 对啊 就已经有画面了 那有什么好不敢点的 也可以了 可是你身为一个身在其中的人 你回头再来看 我们把这部影片做出来之后 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之前 你说你压力这么大 但是我其实我倒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只要有心 我是觉得你的确就做得出来 这么好的影片 我对你还蛮有信心的 毕竟你知道我们之前 一起经历过很多行程 或者是 风风雨雨吗 没有没有 我们很多行程其实 每次过完以后都说 这集你剪得出东西吗 我觉得好像没拍什么东西 而且感觉这个东西蛮烂的 但是你最后剪出来的 都是让我很压抑说 你也太神了吧 妙手回春觉得把它剪这么好 所以我这方面 我一直对你是还蛮有信心的 只是你自己会没有 偶尔会没有自信就是了 好啦 谢谢你的称赞 可是其实我想要问你的是 你在看回去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 你的感想如何 就是 有点又被拉回那个梦境的感觉 因为我回想起来真的好像经历一场梦 尤其看到那些高山的美景 就是说我曾经在现场经历这些东西 那个感动 看了以后就原本已经不太想再去爬百月 想说好像又可以再去爬下一座了 好啦那所以下一座你会一样期待的对不对 没有可是你知道那梦境的就是慢慢的追回去 又回到那个爬山的辛苦的时候 就想说算了我瞬间又被拉回现实 就想说先还还好了 算了算了 反正我们是到到六月份才要爬下一座 你还有时间可以休息一下 你怎么那么有信心会抽到 对这里我就要跟大家更正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 Podcast里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 因为我是外籍人士的缘故 所以其实有那个保障名额 可以让外籍人来去抽签 三五 但其实这个圈其算对也算错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比例原则 就是他有规定 就是每五个人 五个外国人里面才能够带一个台湾人上去 所以他说每对外籍提签的话 就是要每个十个外国人 可以搭配两个本国人为原则 那比例很少 对所以你五个人以下的话 或者五个人的话你可以搭配一个台湾人 六个人的话就可以搭配两个台湾人 其实这样比较合理啦老实说 可是我很想跟他们讲说 现在比较少外国人来台湾 可不会把命而起 所以大家就还是公平抽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公平抽 就是跟一般台湾人一样 所以天池三庄的那一次 我们应该真的是凭真本事 新手运抽到的 真的耶 太好运了狗死运 对因为我上个礼拜有 真的是上天眷顾耶 你看刚好白墙也开了 天气也变好 又抽到了 对啊 先来听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就收入在我们这一部 记录片当中的中间 我们正要开始 我们这一段旅程的这首歌曲 我觉得是一个很激励人心 然后很好带动气氛的一首歌曲 叫做Waiting for you 我发现了一首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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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都是用比手语的方式 然后他会搭配字幕 就是他们都会上字幕 所以我就看英文字幕 我就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东西 那女生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他就是也会比手语 那男生就可以理解他在讲什么 那同时也会搭配字幕上去 他也会讲话 他会讲话 他会发生 我说影片中他会讲话 对影片中他会讲话 但是私底下他说 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讲话 就是自己比手语就好了 他有提到这件事情 了解 OK 所以呢 我就不小心看到 这个频道对我来说有点新奇 因为我没有看过 还蛮新奇的 我听了我都觉得很新奇 对 就是我没有看过 手语的YouTube的频道 其实我觉得YouTube 就是很多原型 在他们频道里面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去回应 听众们或者观众们 给他们的问题 比如说对于荣雅人士的好奇 对对对对 比如说 怎么样去跟失聪的人 或者就听不见的人交往啊 那你们是怎么沟通的啊 那比如说你们在晚上 可不可以比手语来沟通啊 因为毕竟你听不到嘛 比如说我们要睡觉了 我们可以讲话 床边谈 可是你如果晚上看不见 你要怎么样去沟通 失聪的人 他们睡觉的时候 会不会关灯啊 那他的回答就是讲说 他从小到大是不关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听得到 晚上的动静 有声音或者有什么声音的话 他们我们就可以起来 就会反应了嘛 你说例如有小偷进来 会听到敲门声之类的 或者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们是听得到声音的 但是他们是听不到声音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少了一个感官 他们要开灯睡觉 至少他啦 他说他没有办法代表 所有的失聪的人 但是至少他 他觉得说开灯睡觉 对他来说是比较 有安全感一点的 有什么事情 他至少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是看得到动静 他不会就是又听不见 又看不到 对啊 好难想象 的确这样好像会 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比较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比如说这样 他就说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女生 是从小到小都习惯说 灌灯睡觉 灌灯睡觉 他不能够有任何一盏灯 是亮的 夜灯也不行吗 夜灯也不行 所以他们两个在同聚的时候 就要去磨合这些东西 就是分享很多 他们日常上面的 生活习惯啊 相处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另外也有分享说 像全世界的首语 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吗 不一样哦 就是他们有ABL 还是什么BBL 这样子 就是全世界 也有一百多还是两百多种的首语 都不太一样 对 一样的分什么英文中文 这样子 就是美式的首语 英式的首语 有这样子来去区分的 这么特别哦 对 我就觉得在里面看到了很多的多元性 那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影片 是我特别要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就是 大家有在提问嘛 那就提问他说 那听不见的人 要怎么样去drive through 去点餐 去点餐 就是那个你知道 星巴克或者是麦当劳 不是有那开车 得来数 对得来数 就可以开车过去 然后直接点餐嘛 如果我说听不见的人 你可以这样子去点餐吗 你要怎么点餐 那他就有回答说 一般来说 他们就是会比一个手势 然后跟对方说 哦 我是听不见的人 那你可以给我一张词 或一张比吗 又或者是他可能会提前 先想好他要点什么餐 那他就先打在手机上面 然后到的时候 他就跟对方说 哦我是听不见的 就给他看他的点单 这样子 感觉还蛮合理的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就拍了 记录下全程 他点餐的过程 结果呢 就遇到了这一次 就是他点完餐点之后啊 他就跟那个人说 他听不见嘛 对啊 然后里面的店员 就一直要跟他讲说 那你去前面停车 就不要让他点 为什么 他就写好 给他看 不是一样吗 对 然后他就是一直 不想理那个人 然后过后 因为他的女朋友 是听得到的 他女朋友听到说 他只是在装的而已 你说里面的人讲的 里面的人讲的 就点餐的人说 他们只是来装的 他就说 he is faking he is probably 他说probably faking 就是有可能是装的 有可能 但他就是不接受 他的订单 为什么 他都写好了 看一下点餐跟他用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 我觉得好奇怪哦 然后重点是他后面还讲这句话 当他听不到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 可是他女朋友跟他讲 就讲说 他们说你可能是在装的 他就整个人很受伤 听起来很受伤 店员就叫他们把车停到前面去 然后后来等了很久之后 有一位服务人员就出来 然后就 那个服务人员就很好 就帮他点餐 然后点餐之后就等了很久很久之后哦 他终于把餐点拿出来了 然后他就讲说 他们刚刚第一轮原本有做好的餐点 然后里面的那个经理把他丢在垃圾桶里面了 为什么 你都做好了 对 要这样浪费吗 就整个人家又不是不付钱 对啊 到底在干什么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值得拿出来检讨一下 还蛮过分的 而且听起来有点难过 那位失聪的人士 他就讲说男主角 他就讲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外出的原因 因为这个社会还是充满了很多歧视啊 这个社会还不够友善就对了 对 还是会有很多让他很受伤的地方 就是很不尊重失聪的人 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 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没有办法忍受的 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啊 尊重多元本来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 不是吗 你不用去预设立场 去想说别人是装的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本来就是正诚对待 不是吗 而且当如果对方真的不是装的时候 你就伤害到一个人了 对 你不过就是看一下手机 看别人想要点什么东西而已 帮别人点餐是有多为难你了 你需要就是 我不想帮你点餐 然后还在外面讲说 人家有可能是装的 更何况他今天还真的不是装的 而且你看你就伤害到他 对啊 对他的心理 留下那么大的创伤营业 对 那这部片后来有什么回响吗 这部片 1400万点击 这么多 超高 然后后来就是 店家出来道歉了吗 我没有仔细看到有他没有道歉 但是我看 应该是蛮多人在下面有骂的 就是有骂店家这样子 那还好 他是知名的连锁店 例如麦当劳星巴克之类的吗 你不要例如了 你不要例如了 刚刚已经中一个了 中一个 那还蛮好猜的 对但这是国外 这是国外 我先说 对这不是台湾的 OK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是网友们就是应该骂声一片 那他们有赶快就是有做回应 把他制定 灭火就对了 就讲说我们拍这部影片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真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事情 而不是要去指责店家 或者是攻击任何一个人这样子 那也有人去推荐他们 就是有其他的得来数是很有善的 那他们也有去拍了其他的的确是很有善的这样子的对待 不是每一个店家或每一个人只是刚好有这样子的人出现而已 可是只要遇到那么一次 你知道在他们心里就是会流向非常大的创伤 对 但是一年之后他还有再拍一次 同样的店家再过去一次 就友善多了 有认出他们来吗 是没有认出啦 然后但至少就是前面的时候还有一个指示牌 如果你需要协助的话 你可以直接往前开 那会有人帮你点餐 那还不错 至少这个店家是愿意改进的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设说 这个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是拿着一个最真诚的心去对待别人 但是如果越多人可以 不要去用负面的方式来去想别人的话 我觉得社会更好一点 那也很感谢他们把这个拍出来 因为一定会帮助到很多有相当困境的人 对 但是我也很庆幸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台湾 而且我也相信台湾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应该也是有啦 我觉得之前不是也是有那种类似坐轮椅比较不方便的人 你知道他们要上公车会比较麻烦 好像要去放那个架子给他下来 对对对 可是有些公车司机就是你知道要赶快 就因为他好像要特地下车去放 我不太确定啦 因为我没有现场看过 就是好像还要下去去放 再让他们上来 就会待遇物比较多时间 有些有可能看到他们就装都没看到就直接开走 Holy妈妈 对啊 我不喜欢看到这种事情 对啊 可是好像也是有人拍影片以后 现在就也是有默默的改善 他们有可能也是跟他们讲说就不能这样子 OK 至少也都有再持续的改善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多元的元素而组成的 你不能因为他不是大多数而就不去尊重这些人 对啊 对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耳闻第一件事情 那谈到多元的话 你知道上个礼拜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什么新闻 至少在同志权里面算大的 因为我又收到了雪片般飘来的讯息 跟我们说 艾尔伦跟吴依你们要可以结婚咯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这种讯息传过来 算是好事 至少每一阵子都还有在关注 还有在关注 我先谢谢所有传讯息来的人 我都有看到 只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真的是在赶那部百月的大片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复大家 但是我都很感谢大家有传过来我也有看到 但是我现在老实说 我已经对这个有一点免疫了 我就有点像是狼来了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 对我就觉得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所以其实我当下我没有 好我有完整的去看完整个 因为第一个传来是马克5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开车 我就想说该不会真的是吧 然后我也传给你的吧 然后你就跟我讲说 这个只是一个个案 这是因为他们上诉 然后判决 他们并没有修改法律 所以他只是一个个案 对啊 他是针对他们的个案 对 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在台湾 同性婚姻通过了之后 但是还是要看说双方的国籍 比如说我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那边是不认同的话 我跟吴依 虽然说吴依是台湾人 我们就不能够结婚 要双方的本国都认可 同性婚姻才可以 对那刚好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一位台湾人 跟一位澳门人 他们要结婚 结果内政部那边 他们就有去什么解释函 然后就讲说 就是社外民事法 所以还是不能结婚就对了 反正就是还是不能结婚就对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他们就去上诉嘛 然后法官就判说 他们就去打行政诉讼啦 对 然后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解释 内政部的这个解释是 违法 对是违法的 所以就要求他们立刻 准与他们两个可以结婚 应该准与他们结婚就对了 但是 5月7号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对啊 就日本人跟台湾人要去结婚 结果又说 不行啦 对啊 因为他这是判决 他还是针对个案 就是你来打诉讼的那个当事人 对 只对他们发生效力 并不是对所有 相同案件都会发生一样的效力啊 对 所以那个大安护政事务所他们又是受限于内政部他们之前所发布的函事 所以就退回就讲说不能够让他们两个结婚 所以我跟你讲最根本最根本的就是还是要呼吁内政部他们可以撤回违法违宪函事 或者是立法直接修法 对 直接修法 这样才真的有用 至少到目前啦 到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间 就是还是没有办法结婚就对了啦 对啊 除非去 除非我们去打官司啊 对啊 也去跑行政书中之类的是不是 对啊 好 这个就简单分享一下 这个是今天的耳闻事项二 但是我还是开心的啦 基本上就是至少 就是看着他还是有慢慢的在进步 对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对 虽然说都是狼来了 但是我觉得你看到那个运气 或许有一天狼就真的来了 嗯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狼有没有来 哈哈 好 最后一件事情了 耳闻的第三项事情 这个是我们昨天才刚刚经历到的 当你去一家餐厅用餐完之后 如果说餐厅问你说 啊今天的餐厅还OK吗 很多店家都会这样问 对 那你会老师回答吗 还是你会比较敷衍自视化的回答 敷衍自视化的说 啊OKOK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亚洲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 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 大部分在亚洲地区的人 应该都会回说 OKOK这样子 就算吃到不好吃 我会说啊还可以 对 至少也会回答还可以 没问题 对之类的 因为这件事情 比较客套 对比较客套一点 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个月里面 发生了两次 我们有一次是去吃一家意大利面 另外一次就是昨天晚上 去吃了一家餐厅 那那家意大利面呢 是我们蛮常去吃的一家意大利面店 然后我们基本上是不用看manual 就是一进去我们就知道要点什么的了 都是固定吃那几道菜 而且是觉得好吃的 对 那那一天呢就不知道怎么了 五一的那一道就是 狠水都是 就没有达到他原本的水准 对没错 那在结账的时候 那个副店长就问了一下 那今天餐厅还OK吗 结果我就说 哦还可以啊 我就说没有不OK 对爱文就很老实 因为像我就是那种比较客套的 我就不想惹事就想说啊还可以啊 对然后那个副店长他就眼睛惊讶一下 哎哪里不OK这样子 想不到有人真的会讲 他会不会就是 你可能就是自私说的就问一下 那其他人都说OKOKOK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这样 我这样说不OK的 我就老实的把那一天的状况 跟他回报 就讲说我们其实都吃过几十次都有了 你看我们的点数都累积多少了 但是今天的这一道真的不OK 跟以往的都不一样 我有老实的讲 那他有做出什么回复吗 就没有 他就说有啦 应该是说有 他就说好好好 我们下次会注意的 我觉得我至少我有经历到这个本分了 我的个人的想法是 当餐厅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老实的回答 这个问题才会变得有意义 不然他就只是一个字字话 就问一问而已 也不是为了寻求进步 或者改进 也是啊 其实店家问这个问题 应该还是希望说 今天餐点是不是厨师 有哪里没注意到啊 对 所以我的想法是 我是老实的 有礼貌的回复对方 当然对方没有问 我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跟他们讲 但是如果对方有问的话 我觉得我就是礼貌的 跟他们回报就好了 我也没有要求他们要退费 也没有要求说 他们要换一份餐点给我 这些东西都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吃完了 对 其实我都是默默的就吃完 我只是当下会跟你说 今天餐点好像很不OK哦 可是我们都是默默的就吃完 如果他们有问 我们就会讲 我就会讲了 你不会讲了 我就会讲 没有啦 我通常是不会讲没错了 除非他今天真的很夸张 例如那个怎么味道完全不对 或者面没煮熟啊 我才有可能会讲 对啊 所以我的用意就是为了要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而已 不是为了要当奥给或者是A多一份 或者当奥给 对啊 然后另外一次呢 就是在昨天晚上 我们在公馆的时候 我们前去看了一些登山用品店 然后之后就想说 可能时间也晚了 9点多找一下附近的餐厅吃一吃就好了 就看到二楼 就是之前排队美食之一 对对对 蛮多人去排队的 我想说不用排队啊 对那时候因为要排队 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去吃过 但现在应该已经不需要排队了 对比较不需要排队了 我们就去吃吃看 那我们就点了一个意大利面 汤阳记的意大利面 还有一个是早午餐 牛排早午餐我点的 然后我们就share着吃嘛 我们通常就是点两份 然后就一起share着吃 结果那个 可能牛排 他就刚好就是切到一些 比较边边的地方 然后几乎整片牛排 全部都是筋 都是咬不断的那一种 艾文又很讨厌这种都是筋 他不太能咬 我就也是点点 我也没有说什么啊 然后是中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先过来放账单嘛 就是也是问一下 今天餐厅还OK吗 你先回答 你就说OKOK 我就心里就想说OK个屁啊 我们吃两块肉 你那块筋很多 我那块没有啊 所以我的确是OK啊 你就是客套在那边 你就是不敢讲 对我不敢做坏人 我俗辣 然后我就讲说 今天那个肉我觉得 不太OK 你们看这边都旁边 全部都是筋 连刀子要插下去 都插不下去 然后他就马上 就拿着那个盘子 就是我吐出来那些筋 因为根本就咬不掉 咬不到啊 还是拿去 我马上跟你跟你们 里面反应一下 对我觉得他这个举动 其实当下我会觉得 还蛮贴心 因为很多都是问问说 哦好 那我们下次再改进 就问完其实也没有真的要干嘛 我曾也没有要求他们要干嘛 我只希望他们可以内部检讨就好了 对你没有要求 可是他就说 哎好 那我们就立刻反应 他就立刻去跟他的主管反应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 我是觉得很加分 对然后他们也看到 就是真的是的确一整片真的都是筋 然后主管就来讲说 哦可能我们刚好就是那一块 比较靠哪里哪里 然后筋真的 的确也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就再另外帮你出一份肉出来 这样子 对啊 我是觉得这个举动 其实真的很加分 你看其实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说真的很大的损失 一方面可以提醒他们 而且一方面又让顾客流向非常好的印象 我觉得他这个举动真的是很聪明 所以你们会不会跟店家反应 就是当店家问你说 今天餐点不OK 当然前提是餐点不OK的话 你们会跟店家反应吗 你应该是说 如果今天味道差了非常多 或者像你刚才遇到的 都是筋的那种状况 我是觉得啦 就可以老实的反应 我觉得这是对店家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诚实 有礼貌 不要当OK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如果餐点真的好吃的话 我就也可以跟对方说 今天餐点非常的好吃 对啦 该鼓励的时候 我们也是不另于鼓励 我们也会说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也让店家可以比较进步一些些 不要把门气都往心里闷这样子 对对对 这的确是比较多 算是亚洲人都会这样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可以老实说的 那马来西亚人也都是这样子吗 马来西亚人不会问 你说店家不会问 这样不能 我不能够代表全马来西亚人讲话 至少你在马来西亚遇到的时候 至少我那个小镇上面比较不会问 你说今天的餐点还蛮满意吗 至少在十年前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前 我那个小镇的小区的小城市里面 是比较没有这样的问法 很怕得罪人对不对 搞不好大城市里面有啊 那香港应该也不会问吧 这算不算有偏见啊 因为我们去香港的服务态度通常都 你还期待他问你哦 你直接跟他说不好吃看看 他直接拿扫把扫你出去我跟你讲 对 我开玩笑了我开玩笑了 对香港服务比较直接一点 他可能会直接扑人一点 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遇到有人问 台湾是真的还蛮多店家会问的啦 至少这几年我吃饭 他们好像多少最后都会问说 今天的餐你还满意吗 应该是说 有没有哪里需要改进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要看餐厅的类型啊 我觉得就是比较像餐厅 当然你小吃店啊 例如你在吃蚝蛙煎 不太有人会问你说 今天餐厅还满意吗 对啊 那也有可能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都还没有到那个level去吃餐厅 所以都是吃你知道 好那可以请在马来西亚的艾草啊 或者香港的艾草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你们那边的人会不会这样吗 不要这样挖坑了 没有我只是好奇而已啊 好啦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的三千耳闻事项 那接下来就来进入观众留言 还是要感谢大家 就是还有是有一些匿名的人 他们是不写名字 然后也不写留言的 就是纯粹的赞助我们的报告节目的 谢谢 谢谢 那今天58集 我们有好几位艾草赞助留言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位 第一位他是五谷的阿曼妮 他直接抖泪了五次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一集有很多人都是重复抖泪了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抖泪一百块太少 他们就抖泪了好几次 哦 真的很谢谢 对 超级感谢 那阿曼妮他就写说 赞助很麻烦 所以要分无比来去赞助 因为他想要赞助五百块 他第一次的宣传还是写说 首先先谢谢艾尔文跟舞姨的生活分享点滴 早上是陪伴着我上班 晚上是陪伴着她下班 所以他们是一对情侣的意思吗 然后应该都是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他说你们的生活点滴 陪伴着我们增广见闻 听着看着你们斗嘴 他也总说 你们的相处模式跟我们很像 这是第一则哦 然后第二则的斗内呢 他就写说 再来就要借着这个频道 来传话给我们的戏值主持人 但是他有特别写说 主持人 应该是一个口音吧 可能是他们习惯的方式 然后他就要浪漫告白咯 他说 洗手12年快要迈入13年了 哇比我们还久 你不要打断人家浪漫时间 你先等我讲完 好 再一次浪漫音乐下 洗手12年快要迈入13年了 虽然我常惹你生气 也常让你担心 但是感谢你对我的爱 我完全知道 爱你的五谷阿曼尼 然后后面还PS说 他现在应该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了吧 好浪漫哦 所以对方是你的角色吗 比较容易感性 那也要看你对我多好啊 对你超好 丢我去跟你讲 好了恭喜你们 已经一起走过12年了 迈向13年 好久 比我们还久 好厉害 我们就继续一起加油走下去吧 是很不想走是不是 然后第三封呢 他就写说 结果测试出来了 因为他是要测试 就是留五封 这样分开头内嘛 他就写说 结果测试出来了 就是他是一次性的留言 然后文字不能够写太多 要不然会赞助失败 赞助之四 他就写说 知己知的怀疑人生 然后第五他就不写了 已经不知道要写什么了 对 谢谢五谷的阿曼尼 谢谢 再来第二位 他也是donate了两次 这一位 我应该要现在打电话 cue001过来念这一只讯息的 他是001的死忠粉 我上次有cue他 这次就来了 原本想说他只是出一张嘴了 结果他就真的是 真爱 真爱 有付出行动的真爱 对 谢谢Jerry的赞助 他说 抱歉现在才留言 有些梗虽然老套 但是还是要跟001说 001 我爱你 浪漫 浪漫 然后第二个赞助呢 他就写说 这个真的是深情告白 好深情哦 天哪 等一下让我冷静一下 我用 好 我用深情的来说 不要用戏虐 用真心 我没有要戏虐啊 对 我说你要用真心 好 我用真心 因为他是真心的对待001 不是 因为我这样子 001的 那样子会浮现 你会浮现001的脸吗 好 我尽量认真 好 他说 001 你的笑容 你的声音 你不要再笑了 我再认真 因为我也浮现001的脸 来 001 你的笑容 你的声音 是如此的美好 每一次点开爱尔文的影片 就希望能够看到你 这样子 一天的老泪 也消失了 然后后面是写给我的 他说 PS爱尔文请给001入境的机会 贵球 到你的时候 语气恢复正常了就对 他的爱尔不是对我的爱 奇怪 他对001的爱 很浪漫 001快点 要表示一下 后面还有一句 后面还有一句 还有吗 还有他写说 最后 目前疫情有变严重的趋势 希望001 51 跟爱尔文 都能够保重自己 你看看他的顺序 这个是谁的频道 他说 希望001 51 爱尔文 都能保重自己 他帮你放在最下面 帮你放在脚下 对 踩 到底把我放在哪里 都放在脚下踩 好 要看001的话 百月的影片给我看200遍 这一幕他出现了很多很多 请看200遍 你没有看200遍 你就是不爱001 哇 你情绪勒索 你好可怕 好啦 还是谢谢 谢谢 谢谢Jerry 那下一位呢 是来自马来西亚冰城的Jeffrey 他说 谢谢你坚持拍有质感的影片 还有podcast 给爱草门 让我们的视觉和听觉 都有无限的享受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Jeffrey 跟我的同乡 最后一位呢 就是阿光 阿光他这次也是赞助了三次 他写说 刚看完百月首播过来 Donet 因为不想要被抽成 他说影片真的很棒 第二个赞助 他写说 小小心意 给爱尔文来买登山的装备 第三个他写说 小小心意 给五一来买登山的装备 听到了没有 可以买小狐狸的尾巴了 哈哈 尾巴的一根毛吧 哈哈 小狐狸好恐怖 真的很贵 好啦 谢谢阿光 谢谢 然后你就 自己认真准备一下 下一趟百月 观众已经对你开始有期待了 我准备爬百月的行李 那你帮我准备爬百月的行李 好 那今天的 有没有觉得很合理吗 今天的podcast 小狐狸就到这边了 小狐狸我挑那几件外套 你已经看到了 下个礼拜呢 不确定会不会有podcast 因为我要看我们金门回来的状况 我们这个礼拜三 就要出发到金门去 进行我们的 十一周年的国内之旅了 这个礼拜六 在主频道上面 还是会有影片 所以就这样子咯 大家记得记得用力的分享我们百月的影片 拜托你们了 拜托艾文剪得很认真 很辛苦 001很辛苦 Jerry 你是不是要发给你的联络簿里面所有的人 联络簿 就是LINE的联络簿啊 现在是叫联络簿吗 不叫通讯录吗 之类的啦 反正就是你的contact list嘛 因为联络簿以前是我们小时候那个 你不要再暴露你的年纪了你 现在不叫联络簿吗 不知道 好 那就这样子咯 信息上班加油 加油 欢迎听 拜拜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